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在耶路撒冷,那位自诩为摩西律法坚决捍卫者的年轻法利赛人扫罗也在热火朝天的忙着一件事,那就是四处出击,摧毁基督教会。扫罗这个大忙人没有一刻闲着,他领着人四处搜寻基督徒,发现一个,处理一个,秋风扫落夜,绝不心思手软。 这一天,扫罗来到大祭司府求见该亚法。该亚法一听是扫罗来见,心想, 这个扫罗是法利赛派中的新生代,资格浅,级别低,本大祭司是撒都该派领袖,我们两派又素来不和,他为什么想见我? 算了,反正今天我没啥钥匙,就见他一面吧。 该亚法命人把扫罗带到大堂,他自己夺着方部慢悠悠地走了出来。扫罗一见,赶紧失礼。 给大祭司请安,请恕在下贸然求见。 扫罗,我知道你是法利赛派的大红人,是前途无量的年轻干部。 该亚法脸了咧嘴。 你来见我,有何贵干哪? 扫罗恭敬的一拥手。 大祭司开玩笑了,我扫罗是后辈,不敢无故打扰前辈。 今日来求见,实在是有一间钥匙,想请大祭司批准。 哦? 什么钥匙?你说来听听。 该亚法抬了抬眼皮。扫罗并不介意,他接着说。 是这样。 前些日子,基督教会的司提反被我们镇压下去之后,我们不是采取了斩草除根的扫荡行动吗? 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将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来个连锅端。 可是,他们早已闻到风声,除了少数信徒被我们抓获之外,有很多人都逃脱了。 其中的一部分人去了大马色城。 前些日子,我们在大马色的县人就来报告,说是仅仅数个月,基督信仰就在那里泛滥成灾。 新建的基督教会对我们的犹太会堂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所以,请大祭司请你一封文书给那里的个犹太会堂,由我带着您的文书,领着几个人亲自前去捉拿那里的基督徒。 该亚法听到此话,果然有了些兴趣。 好啊,你扫罗干起工作来,还真有股革命家拼命地创建。 本大祭司确实有这个权利,掌管各地方的犹太会堂,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不受威胁。 只是我们这里的基督徒仍然在耶路撒冷城内外频繁活动,你为什么不干脆继续把他们捉进,然后再去大马色呢? 扫罗微微一笑。 大祭司,不是我扫罗想贪功求胜。 耶路撒冷城的基督徒固然仍是我们的心病,其活动也确实频繁。 但是他们现在大多潜伏在地下,不敢公开活动,所以暂时可以无忧。 那大马色的情况可不能小缺啊。 您想,大马色是庞大的商业中枢,有范围广播的贸易商队路线,其地理位置优越,可谓四通八达。 以大马色为起点,可以很方便地到达叙利亚的北部,美索布达米亚,安纳托利亚,波斯及阿拉伯珠地区。 如果基督信仰借着这些优势,那么他们就会很快地扩展到上述各地区。 所以,当务之急是将大马色的基督教会阻挡在那里,然后将其铲除,防患于未然才是上上之策啊。 该亚法不由哈哈大笑,上前一把拉住扫罗,又乐呵呵地拍着他的肩膀。 你这个扫罗,果然身谋远虑,心有大局,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日后,你若成为法利塞派的领袖,咱们一定要好好合作。 既然如此,我就修出一封给大马色地区的各犹太会堂,全权授权于你,到大马色将基督教会给灭了。 不消数十分钟,该亚法一命文士将文书写好,并加盖了大祭司的大喜,交给了扫罗。扫罗接过文书,又失了一礼。 多谢大祭司的信任和支持,您就在这里静候佳音,我扫罗这就去演。 大马色,又一大马士革,这两个名字经常混用,但都是指同一座城市。 该城位于罗马帝国叙利亚省内,是最临近巴勒斯坦的重要城市,当时已有大批犹太人居住其中。 它本身是一片的绿洲,位于黑门山以西肥沃的高原之上,地理条件得天独厚。 看官你或许记得,在旧约时代那些经常与以色列人打仗的亚兰人吧。 没错,亚兰人有数个强大的王朝就建立在大马色地区,这里曾是亚兰古王国的首都。 另外,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当时的大马色城为阿拉伯人的内巴泰王朝所统治,这个王朝的国王叫亚里达王四世。 此王朝虽然臣服于罗马帝国,属于帝国的势力范围,但是它有相对的行政独立权,比如说,它可以自己铸造货币而不用罗马帝国的货币,自己可以任命官员而不用罗马帝国批准。 其情形很像今天中国主权下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局。 可见,一国两制并非现代中国的特色,而是古亦有之,外亦有之。 那巴泰王朝和他的国王,你可能也似曾相识吧? 没错,这个亚里达王四世正是那臭名昭著的分封王西律安提帕的岳父。 当年,西律安提帕为了政治利益,先娶了亚里达王四世的女儿为正宫娘娘,后来又为了政治利益,她要迎娶其兄弟肥利的遗孀西罗底为正宫,废弃了亚里达王四世的女儿。 亚里达王四世兴师问罪,曾要举兵攻击西律安提帕,后经罗马帝国中央政府从中调停,才算罢兵。 大马色既然是那巴泰王朝的重镇,亚里达王四世自然特别地任命了亲信做大马色城的提督来掌控此城。 提督即城管大权于一身,也就是相当于市委书记兼市长兼警卫司令兼公安局长。 这扫罗是一位史上少有的绝顶聪明人物,他能审视夺使,足不出城,则已知天下大事。 他听说基督信仰在这里广泛传播,心动大吉,再怎么着,也得赶快行动,将基督信仰在大马色止住。 不然以大马色似通巴达的地理条件,基督信仰很快就会像脱江野马一般到处奔跑。 从耶路撒冷到大马色有二百多公里,起码约有四至六天的路程。 事不宜迟,第二天一早,扫罗带着树人飞马向大马色急驰而去。 经过树日的日夜兼程,长途跋涉,这天晌午时分,大马色城已经遥遥在望。 扫罗等人正在马上得意洋洋。 忽然间,有一道强光从天上射下来,一下子四面照着,聚焦在扫罗身上。 扫罗只觉一阵炫慕,禁不住被那强光从马上掀打下来,重重地跌倒在地。 这时,从天上传来一个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迫害我? 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情已让扫罗晕头转向,又听见这个声音,扫罗更是心中大空。 这强光,这天上来的声音,难道我是遇上神了? 他惊恐万壮地扶在地上,颤颤抖抖地问, 主啊,你是谁? 那声音道,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你迫害我的信徒,迫害我的教会,就是在迫害我。 扫罗越发害怕,不能言语。 那声音又道,你挟起来,进那大马色城去, 那里有人会把你所该做的事情告诉你。 说完,那道强光属然收回到天上去了。 随同扫罗的人也看到了这个情景,也听到了这个声音, 可是他们并不明白那个声音在说什么。 再看扫罗,他从地上慢慢爬起来, 已然不能说话,他又是只睁开眼睛, 可是眼前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 于是,只好由随同之人扶着进了大马色城。 话说大马色城有一位前进的基督徒, 名叫亚拿尼亚。 这一天,他正在祷告时,突然他得到了一个末世。 在末世中,耶稣召唤亚拿尼亚说, 亚拿尼亚,亚拿尼亚的。 主啊,我在这里。 耶稣召唤,你立刻沿着大街往前直去, 街尾处有一处人家,是犹太人。 你进去找一个名叫扫罗的, 他是大树城人士,现在目不能是。 然后你就进去医治他, 按手在他身上,使他恢复视觉。 亚拿尼亚不由大吃一惊。 什么?大树人扫罗?他失明了吗? 主啊,许多人告诉过我, 这个人在耶路撒冷疯狂地,残酷地迫害你的信徒。 前几日,我们听说,他又到大马瑟来了,身上还带着大祭司授权给他的文书, 命他拘捕所有敬拜你的人。 我怎么能去医治他? 恢复他的势力? 不如就让他永远失明,这样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来残害你的信徒了。 耶稣则对他说,你不用多说什么,只管去吧。 因为我已拣选他来侍奉我, 我要命他在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当中宣扬我的名, 宣扬我的道。 我要亲自指示他,他会知道,未传我的道,他将来还会遭受种种的苦难。 亚拿尼亚不敢再多嘴,按着耶稣的指点,他果然在街尾找到了一户犹太人家。 亚拿尼亚敲门进屋。 从耶路撒冷城来的,大树人扫罗在这里吗? 那户人家道,没错,扫罗确实住在我家。 然后带亚拿尼亚进屋,见到了扫罗。 说来也巧,扫罗此时也正在向神祷告,也得到了一个末世, 知道会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来找的。 亚拿尼亚建议人正在屋中,就说, 你必是那大树人扫罗了。 扫罗也道, 你必是亚拿尼亚。 亚拿尼亚就上前,将手按在扫罗的身上。 扫罗弟兄啊, 在你到这里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耶稣, 亲自拆我来这里, 要使你的眼睛复明, 并且还要受圣灵充满。 话音刚落, 奇迹发生, 有鱼鳞似的东西从保罗的眼睛掉下来, 他的视觉一下子就恢复了。 扫罗视力已经恢复, 重见光明, 心中也仿佛一下子亮堂起来。 他上前握住亚拿尼亚的手。 真是感谢赞美神。 亚弟兄, 我此次前来大马色城的目的, 是要摧毁这里的基督教会。 我原来以为那耶稣早就被定死了, 也不相信会有从死里复活这种事情。 没想到, 在我刚到城外时, 主耶稣亲自在天上向我启示, 向我说话, 并将我打下马来。 这一打, 把我一下子就给打清醒了。 这三天来, 我眼不能视我, 也无心赤鹤。 刚才主耶稣还赐给我默示, 让我知道了亚弟兄你会来医治我。 经过这件事情, 我真真的知道了, 主耶稣就是那神应许给我们世人的基督, 他就是神的唯一儿子, 就是我们盼望已久地复活了的弥赛亚。 想到从前我自以为是, 为镇压基督教会而不遗余力, 真的非常惭愧啊。 从今以后, 我幡然悔悟, 再也不做法利赛人的走卒, 反而要献身于弘扬真理之路。 我也不再叫扫罗了, 我已经是基督里的新人, 从此大家就叫我保罗吧。 说吧, 保罗将带来的该亚法的文书, 抛入火中烧掉了事。 亚拿尼亚也非常激动。 保罗弟兄,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主耶稣把你换了回来, 欢迎你回家, 回到神的怀抱。 接下来, 亚拿尼亚给保罗施洗礼, 那会人家又拿了些东西, 保罗吃过东西后, 体力就恢复过来。 在这一系列奇妙的历史事件之后, 因着受到耶稣的亲自拣选, 保罗的人生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保罗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从此以后, 他不仅放弃了法利赛人那一套仇视立场, 反而利益四处传扬基督信仰, 从基督教会的大敌成了基督教会全球化, 世界化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保罗加入基督教会的阵营, 对基督教会来说, 无疑是平添了一员汉将斗士, 要说是如虎添翼, 或者说是锦上添花, 都不为过。 前面介绍过, 保罗有其独特的优势, 他出身富裕人家, 从小就上精英学校, 后来又到耶路撒冷投于名师之下, 受过极其严谨正规的律法训练, 再加上他热情奔放, 胸有红虎, 成了犹太人法利赛派的明日之星。 当时的保罗既有正统的犹太人血统, 又有罗马公民身份, 又有耀眼的学历履历, 又有勤奋地捕捉基督徒的战功, 如果假以时日, 很有可能进入法利赛人的领导班子, 甚至做领导核心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 自从他在大马色城外遇到耶稣之后, 保罗将一切世俗功名利禄, 跑至脑后, 以最大的热情投身于基督信仰的传播事业。 要知道, 在当时的情况下, 干传播福音的事业可是极其不容易的, 随时有来自敌对势力的鸣枪案件, 弄不好就有牢狱之灾, 甚或脑袋搬家。 所以, 保罗受到耶稣拣选实属荣幸, 但他前面的道路并不平坦。 保罗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来自基督徒的质疑。 虽然亚拿尼亚向大马色的基督教会隆重推荐介绍保罗, 让大家知道保罗也受洗加入了基督教会, 但是保罗从前对基督教会伤害太深, 让人心有余悸, 这个保罗不就是在耶路撒冷残害耶稣信徒的那个扫罗吗? 名字换了, 不知其心思意念有没有换呢? 他到这里来, 不就是要拘捕我们基督徒, 想把我们压交给大祭司的吗? 他怎么又混入我们的基督教会? 难道说他心有密谋, 摆出一副虔诚的样子来摸我们的底, 然后再将我们一网打尽?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们得小心提防此人。 这种猜疑都很自然。 不过, 保罗和大马瑟的基督徒同住了些日子之后, 保罗以自己的言行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大家对保罗的怀疑和敌意总算烟消云散。 接下来, 又是犹太会堂和犹太工会的仇事, 因为对他们而言, 保罗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 工会中人都说, 这个小子居然背弃我们堂堂的法律塞派, 背叛统治, 加入一顿, 又反过来对付我们。 看来, 保罗早有反骨, 骗了大祭司的授权文书, 说是来大马瑟镇压基督教会, 实则是预谋叛变投敌。 这样的人, 理应速速处决。 于是, 大马瑟犹太会堂的人跑到提督府恶告保罗, 诬陷他联合当地的基督徒, 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并蓄意造反。 前面说过, 那大马瑟的提督是那八太王朝亚历达王四世任命的亲信, 在大马瑟一手遮天, 权倾一时, 听说保罗有意要造反, 那还了得, 赶在俺的地盘搞动乱。 他急忙派了人前去捉拿保罗, 幸亏有提督府的朋友通风报信, 保罗好汉不吃眼前亏, 连夜离开了大马瑟, 提督府的人到保罗的住处铺了个空。 再说, 保罗离开大马瑟, 向东南方走, 去了阿拉伯地区藏匿起来。 这一隐居就是三年, 这三年之内, 保罗几乎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后来保罗自己对这段隐居生活也没有透露详情, 这是个历史之谜。 不过, 可以猜测, 这三年保罗必是一边祷告悔过, 一边接受耶稣给他的启示, 当然还有养精蓄锐, 为后来的传道工作的开展做充分的准备。 过了三年, 保罗又前回大马瑟, 住在一户靠城墙边的朋友家中。 不过敌人没有忘记他, 早已有犹太会堂的密探将保罗回来的消息报到提督府。 提督大人一听, 怎么着? 这个搞破坏的分子还赶回来。 三年前有人通风报信, 让保罗给跑了。 国王陛下早有红头文件下来, 告诫俺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 事故的隐患要消灭在苗头之中。 来人呐, 传俺的命令, 全程戒严, 加强岗上, 重兵把守个城门, 所有其他人分头行动起来, 挨家挨户进行地毯式搜查, 就是绝地三尺, 也得将保罗找到抓来。 这会儿让你保罗就是插翅, 也难飞出俺的大马瑟城。 提督府前来捉人的消息, 还是被提督府中的朋友迅速地传了出来。 此时已是深夜, 城门已经加烧, 全城已经戒严, 怎么办? 那朋友对保罗说, 事不宜迟, 此地不能久待, 正好我们家的房子靠着城墙, 你且搁我回家, 然后上屋顶, 爬上城墙。 保罗来不及多想, 随他来到那人的住处, 登上屋顶, 攀上城墙, 然后朋友用筐子把它从城墙上坠了下去。 筐一落地, 保罗跳江出来, 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保罗总算毫发无损地离开了大马瑟城, 他左右寻思该往何处去? 想来想去, 最后决定返回那阔别三年之久的耶路撒冷, 先到圣城去找那些基督教会的使徒们和领袖们会会面。 关于他下一步的具体工作, 他得跟使徒们和领袖们好好讨论一下。 就这样, 大约在公元三十八年的一天, 保罗又回到了耶路撒冷, 跟三年前讨的大祭司的授权书, 打张旗鼓地带人去追捕基督徒的情况不一样。 这一次回来, 保罗的行踪非常低调, 不想引起大祭司府和犹太公会方面的注意。 保罗在大马色城时, 就从亚拿尼亚那里知道, 耶路撒冷基督教会的总部就设在马可楼。 保罗在圣城学习工作了许多年, 对城里的地形街道都了如指掌, 他不费吹灰之力, 就寻到了马可楼。 来到楼前, 保罗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上前去咚咚地敲门。 约莫十来秒钟, 就有几个人走了出来。 他们上下打量了一下来人, 都不由一下子脸色巨变。 我们都认得你, 你就是那跟我们作对, 处处迫害我们的大树人扫罗, 想不到你找到我们这里来了, 你想怎么样吧? 各位弟兄, 大家不要害怕。 保罗面带笑容, 声调尽量和爱。 我确实是扫罗, 没错, 我从前也确实逼迫你们, 大大的伤害了你们, 我心中一直为此是感到非常不安, 真的对不起大家了。 可是, 三年前, 主耶稣已经让我弃暗投明, 我已经是你们的兄弟了。 我现在以改名为保罗, 过去的扫罗已经死了。 请劳驾各位, 向使徒们通报一声, 就说保罗想见见他们, 有要事跟他们商议。 难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难道地球围着月亮旋转啊? 难道中东成了深海冰山啊? 就你也能弃暗投明, 你还要见我们的使徒? 没门? 众人指着保罗一片喧嚷, 拒不接呢。 保罗耸了耸肩, 也不能做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何这么吵闹? 这时, 一个清亮的声音从楼堂内传来, 紧接着走出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 报告长老, 大树人扫罗找上门来, 说是要见使徒, 我们正把他堵在门外呢。 是大树人扫罗来了, 那大汉一听此言, 三步并两步上前来拉住保罗的手, 然后转身对众人说, 你们不要神经过敏。 他现在叫保罗, 三年前, 他在大马色城就归信了基督, 如今都是自家地形。 然后, 那大汉又对保罗说, 保罗弟兄, 我叫巴拿巴, 是这里的长老。 你要见使徒, 没有问题, 我可以立刻带你去见。 保罗高兴起来, 原来你就是居比路人巴拿巴, 保罗久仰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是一条豪爽狭汉。 原来, 这居比路是地中海东部的岛屿, 就是现在的塞浦路寺, 此地八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 先后受到埃及, 巴比伦, 波斯, 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影响, 是一块既有富庶又有文化之地。 在当时的居比路, 有很多犹太人居住的社区。 巴拿巴颇感奇怪的, 你保罗知道我? 保罗的。 我当然知道。 我听说, 你祖上是属于我们以色列的立位之派, 迁居居比路之后挤带下来, 受到神的祝福, 而广有良田。 但是到了你巴拿巴继承了产业之后, 居然毫不犹豫地将你家的所有良田变卖, 所得钱财全部捐献给了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 而且, 你不远千里从居比路赶来圣城, 从此投身教会事业, 不计名利不计贡献, 以主耶稣的言语来劝慰别人, 你为整个教会所尊重, 人送外号, 劝慰子, 那就是你了。 巴拿巴听吧, 哈哈大叫, 好你个保罗, 我们并未曾谋面, 你已经将我的牢底摸得一清二楚, 工作做得很细致啊, 什么也不用再说了, 进楼来吧。 巴拿巴和保罗两人手拉手, 这就进了马可楼。 两人的这段出狱, 双方都对彼此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巴拿巴从此就跟保罗建立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 这位他们后来能够并肩连妹, 在外邦人中传道打下了监视的基础。 再说, 两人进了楼堂, 巴拿巴请保罗坐着, 自己去请使徒们来见。 过了一会儿, 彼得和雅各一起来楼堂会见保罗。 先说明一下, 我们知道, 十二使徒中有两个叫雅各的, 一个是大雅各, 一个是小雅各, 但是来见保罗的这个雅各, 不是十二使徒中的那两位, 而是耶稣的兄弟雅各, 他虽然没有使徒的头衔, 但是这时他是耶路撒冷基督教会的领袖之一, 大家尊称他为主的兄弟雅各。 彼得老远就在堂外喊, 保罗弟兄, 你果真来了吗? 我和雅各都来看你了。 保罗赶紧起身相迎。 彼得大哥, 雅各弟兄, 正是小弟来见你们。 三人相见, 分外激动。 彼得拉着保罗说, 其他的使徒都不在家, 都去各处为主传道。 这些日子, 这里只有雅各和我在主持教会, 我们俩代表其他使徒和各位领袖长老, 对你这位弟兄的加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关于你的经历和做的事情, 大马色的亚拿尼亚弟兄已经向我们汇报过了, 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主。 主把你这么一位学父武车的名师高徒加添到我们的队伍中, 相信主必将大任于你。 你必能为主的事业做出一番巨大的贡献。 保罗笑的, 彼得大哥, 你这么一说, 我保罗还真的非常惭愧。 从前, 我不知天高地厚, 以为自己学得了神的律法精髓, 又在恩师手下学得了不少本领, 于是想以区区一人之力就想阻挡神的真道。 现在想来, 那无异于堂王挡车, 不自量力, 既得罪了神, 也得罪了神的子民。 多亏主耶稣用真理之光将我从高傲之处打落下来, 我这才认识了主的真道才是真正的律法精髓。 是主耶稣将我脱胎换骨, 让我洗心革命。 我保罗已经退出法利赛教派, 与他们全然分道扬镳了。 从今往后, 我立志要为传扬主的真理而鞠躬尽瘁, 生命不息而战斗不止。 我此次回来见各位使徒的目的, 就是要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的工作方向, 看看我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彼得和雅各听罢, 都点头称赞道, 保罗弟兄也不愧为主耶稣亲选的使徒。 至于你如何开展工作, 其实我们都得向主耶稣祷告, 求他给我们启示。 这样吧, 你一路劳顿, 必定身心疲乏。 不如先在这里休息几日, 然后试着出去传讲主的真理, 看看效果如何再做决定。 保罗心中一乐, 一拱双手。 谨遵大命, 保罗多谢两位指点。 这样, 保罗休息了几日之后, 恢复了体力和精力, 就出去公开放胆传道。 但是不久之后, 保罗发现他出事不利, 并且身陷凶险。 首先是大祭司府的人, 听说保罗回城, 又宣扬耶稣之道, 都恨得牙根痒痒。 该亚法更是怒不可遏。 扫罗这小子, 诡计多端, 三年前从老夫手中 骗得文书, 轰轰烈烈地假借老夫之名, 去大马色城剿灭基督徒。 不想, 他是去投靠基督教会的, 结果老夫成了让天下人耻笑的傻瓜蛋。 老夫得把扫罗这小子捉来除了, 以解心头之恨。 再次是犹太公会的人和法利赛教派的人也在寻仇, 扫罗这个叛徒, 原来一直混在我们当中, 伪装成积极分子, 骗得了我们的信任, 我们差点把他当成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还指望日后选他当领导核心。 幸亏他暴露得早, 不然法利赛教派如果交在他手中, 那么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 这个叛徒深知我们的底细, 我们得除奸, 干掉他, 免得今后给我们法利赛教派惹祸。 再次是教会中也有仇视保罗之人, 此人阴险毒辣, 居心叵测。 说不定, 保罗是法利赛人的奸细, 潜伏在我们中间收集情报, 然后盘算着不枉捉拿我们呢。 就算他不是奸细, 以前有许多弟兄姐妹及其家庭都受他的迫害, 连私体反制被杀, 他也逃脱不了干系。 不能说他现在成了基督徒, 他以前欠下的血债就可以不还了, 不能饶过他。 面对这种情况, 保罗发觉他在耶路撒冷很难开展工作。 过了几天, 他又找彼得商量。 彼得大哥, 看来这耶路撒冷不是我久留之地。 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思考我可以在什么地方为主工作。 说来也神奇, 前天我去圣殿, 在那里向神祷告的时候, 忽然浑游向外, 看了主耶稣。 他命令我赶紧地离开耶路撒冷, 到外邦人那里去传道, 不可迟言, 因为我在这里传讲福音, 没有人会听。 我知道, 我从前把信主的人收在监里, 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 而且, 当年司提反弟兄被施以实行时, 我就站在旁边幸灾乐祸, 所以, 教会的弟兄们对我仍然有防范之心。 彼得沉思片刻, 对保罗说, 看来, 主耶稣对你另有安排, 我们不能原地踏步, 福音的传播本来就不能局限于耶路撒冷这一个地方, 其实圣城外的外邦世界更是一片广阔天地, 相信在那里更是可以大有作为。 我们其他使徒和许多弟兄都已经去了外邦传道, 我认为这条路是对的, 是我们的大方向。 我自己也决定在最近离开这里去外邦人的地方传道。 虽然你对圣城很熟悉, 但是圣城的人对你也很熟悉, 这种熟悉放在你身上反而变成了不利因素。 你在这里的两个星期必然深有体会, 既然主耶稣亲自对你有特别的指示和启示,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 你可以去一个你熟悉的其他地区, 说不定在一个全新的地区可以开创另一番崭新的局面。 你说呢? 保罗听罢,点头道, 彼得大哥之言,令小弟顿开毛色。 其实,很久以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要坚决服从主耶稣的指令, 要走出去,不能顾不自封。 我完全赞同大哥你的观点, 外邦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主耶稣赐下的福音本来就不局限于犹太人, 而是面向全人类的。 我想, 我先回我的家乡大树所在地区开展工作, 那里我也熟悉, 是英雄就必有用武之地。 彼得道, 好, 希望保罗弟兄此去一路保重, 愿主耶稣不断祝福和不断指引你我的工作。 第二天, 保罗辞别彼得, 雅各和巴拿巴等, 离开耶路撒冷, 经盖撒利亚, 回到了家乡激励家省大树上, 他决定以大树作为他工作的新起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